We will rise above the lies, the smears, the ludicrous slanderers, from ludicrous and very very dishonest reporters. 2日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而伊斯兰圣战组织高级指挥官阿塔和妻子则遭炸死,另外还有数人受伤。 随后,加沙武装组织便向以色列发射近200枚火箭弹进行报复。 由于遭受火箭弹奇迹,以南部和中部当天学校停课、火车停驶,为防止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进一步报复, 乙军向南部与加沙地带交界地区增派了坦克和装甲车。 乙军当天向加沙地带、杰哈达的训练场、地道等多处目标发动袭击。 加沙医疗部门说,乙军空袭,共造成十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2日说,乙方无意将乙巴冲突升级, 但做好了继续应对加沙武装组织发射火箭弹的准备。 而以色列进行的报复性打击没有一次针对哈马斯。 乙军倾向于在加沙地带发生暴力事件后打击哈马斯。 内塔尼亚胡表明说,我们可以在对平民造成最小伤害的情况下打击恐怖分子, 任何认为他们可以袭击我们平民并逃脱成处的人都是错误的。 如果你攻击我们,我们就反击你。 截至12日深夜,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仍在继续进行。 加沙地带武装组织仍在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以南部地区不时响起防空警报。 哈马斯发言人巴胡姆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人民和领导人的鲜血是连在一起的, 这对所有巴勒斯坦人来说都是宝贵的。 他说,击毙阿塔是让危险事态升级。 另一方面,在周二晚上, 埃及和联合国官员正在推动以色列和加沙恐怖组织之间的停火。 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誓言要加强对以色列的攻击, 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埃及官员说, 开罗正试图缓和以色列和恐怖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位官员补充说, 埃及情报总局加强了与美国和欧盟的公通, 并开通了渠道。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以色列和加沙地带恐怖组织之间的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可能性很高, 而局势仍然非常复杂。 消息人士告诉以色列时报, 现在谈调解还为时过早, 现在的目标是阻止冲突升级。 周二早些时候, 巴结组织的高级官员埃哈迈德在电话中告诉以色列时报, 我们一直与埃及情报部门和联合国保持联系, 以推动恢复平静, 结束流血事件。 埃哈迈德说, 我们敦促所有各方停火, 结束冲突升级。 另外, 以色列新闻网站报道说, 以色列海军发现一艘俄罗斯潜艇在以色列领海内作业, 距离以色列地中海海岸约八海里。 目前尚不清楚潜艇据称在该地区存在多久才被发现。 据称, 以色列军方通过俄乙军事协调机制与潜艇船员取得了联系, 随后船只离开了该地区。 乙军在一份声明中说, 以色列国防军海军部队不时发现我国领土边界内的目标, 这些目标可能被视为属于外国军方的船只。 我们不打算对此事的细节发表评论。 接下来, 我想继续谈谈美国与土耳其。 土耳其总统即将访问美国。 事实上, 他在登上飞往华盛顿的航班之前告诉记者, 我们和川普总统的意见一致, 都希望解决问题改善我们的关系, 而尽管我们的双边关系乌云密布。 但我们在几个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尽管上届政府的一些残余势力, 企图进行政治破坏。 而我们在与美国的关系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但是没有一个挑战是不可能解决的。 而川普政府这次主要目标是让土耳其总统放弃使用S-400导弹的计划, 并同意在叙利亚实现永久停火。 据两位美国官员称, 土耳其愿意签署10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 但土耳其尚未发出逆转的信号。 一位土耳其高级官员表示, 土耳其不会在购买S-400导弹后后退一步。 土耳其官员还表示, 美国对人民保护单位的支持是未来一段时间对两国关系的最大威胁之一。 据俄罗斯卫星网的消息指出, 自去年9月以来, 美国军舰首次穿越台湾海峡, 这一举动可能会激怒中国。 根据国际法, 导弹巡洋舰在11月12日进行了例行通过台湾海峡的行动。 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钟孝说, 这艘船只通过台湾海峡过境, 表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承诺。 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 尽管中东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但在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的领导下, 五角大楼一直试图将重心从该地区转向中国和俄罗斯。 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施利佛今年五月在五角大楼告诉记者, 未来几年, 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将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关切。 我们当然不会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 这也不会妨碍我们在利益一致的领域进行合作。 施利佛补充说, 当被问及台湾海峡的过境问题时, 施利佛表示, 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我们会根据自己的意愿过境。 好的, 以上就是进来的头条新闻, 欢迎您在评论中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 这一集的烽火新闻线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神祝福您。